在傳統和現代中間,斟酌水義。 就是在家庭上面,所以人的心靈方面到老了到最後,你可能追求那些公民啊,錢財啊,然後假如一些外在的東西,追求到極致最後,人永遠都是要往內心走的,就是心靈的層面。物質追求到極致的話,因為它是一個沒有邊際的東西,你不能用有限的去追求無限的。 但是我在想,如果人他到最後又超脫了感情,就是你不管是親情或者是,就是人嘛,就是你超脫了可能父子,然後你不父之間,然後子女那些感情之外,就是你不會說,那個不是說沒有歸屬感, 但是,也不是說看重這個東西,是我很了人知道,我的人生不會因為這個放不下,因為我有子女,我有家庭, 我有一些一切的感情所牽繁住你,牽繁住人,所以他不是說不重視,但他一樣重視這個東西,但他不會因為為了追求內戰,或者,就是感覺就是到家的自然,大自然,大自然他不會有所謂的什麼家人或什麼, 就自然他是,自然他是一個很規律的在運作,他不會有什麼刻意或什麼刻意的,像福家他們也講說,你不會因為一些被你的所謂的情所牽繁住,他不是不在乎他,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已經跳投到另外一個層面,不是說誰好誰壞,就是那種,就是意境太高,我沒辦法言語表,就是有點意境有點高,就是這個方面。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兄弟、朋友、實際上的相處的時候,有很多的困難跟麻煩跟苦痛感。 你取得其吧! 原稱為… ない人的多道無碎 Same want 不善無畏心之體 RE 有善有惡意之動 老爲無риг 你需要 JAMES 世紀追求 是從我們的本心來,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心,我們有這個需求,我們跟人有這個情感。 本來要在於合乎人的自然,跟天然,而也不是說,就綁死在,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的,我一定要如何如何的情感。 孔子也講,物易、物必、物辜、物我。 所以,心一方面又是同時,是非常地清靈而空靈而超脫的。 而且坦白說,如果你不是這樣子空靈而超脫的話,你反而無法完成這個情感。 你會這一個居直,或者僵立在某一些,你認為這樣必須如此,或那樣子的關係上頭。 所以,令人根不存在,你無法居然之。 對未來的某一些判怪,過去的某一些傷痕,對未來的某一些恐懼, 都讓你的情感不出得終。 所以,論人的這個本心來講, 讀人的這個本心來講, 這個豬子說,大學之道在,名,名德。 以前名德者心之虛靈不謐以虛其妄之之, 一句眾禮,一應萬事者也。 不疾而太疾。 古彭鵝哥 老莊 不為情感所困 不如而不自得 以完成這個 既完成他人,也完成自我 人我一體 高度的困難 比道家乃至於佛家都高 佛家 也容易陷於 我個人的了生死問題 人生太苦 我受不了 人生太多煩惱 我一定要處理 這只要個人起見 只要解決個人問題 我早八百年就解決了 哪有什麼個人問題 那更容易好解決 就是因為 有這麼多的親人,有這麼多的眾生 所以這個問題就 才是困難 一般學佛的人 其實往往也只知了 個人的生死、煩惱、痛苦而已 那真正的 行菩薩道 就不一樣了 眾生不成佛 事不成佛 那就不得了 那就是 法大願、法大行 另外一個層次 不過 以及 像佛之六 神作主 生命本身就是錯誤 那有那個前提 那有不同 如果 生命本身就是錯誤 基督教 一部人的歷史,也高度地見證了這一點。 為之生焉之死, 為之生焉有輪回英國, 我在世的時候, 盡心盡力地, 把天所命於我的, 從我內心裏能夠感知到的一切的道理, 做到盡頭,做到極處, 則盡心之性,盡心之天上, 盡我的心,盡我的性, 把我所知道的, 善惡是非的道理, 我盡力地做了, 相信, 不違背於天道。 我們不知道是基督教講的, 還是佛教講的, 還是回教講的, 還是印度教講的, 我們不敢說, 我也不敢否定, 因為那個事情, 不在儒家所能管的, 不相違背, 而事實上, 就各大宗教所訓誡於人所當尊所的道理來講, 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相違反的地方。 對, 對, 就是, 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讀錯他的意思, 就是, 基督教十屆的前兩個, 第一個是, 除了耶和華, 不可以有其他上帝, 然後上帝是神, 對, 除了耶和華, 你不可以信其他, 其他有神, 對, 然後第二個是說, 不可以崇拜偶像之類的, 我記得十屆一開始是說, 犯的十屆是除死刑嗎? 對, 我聽到是這樣, 然後, 不是都除死刑, 沒有這樣子, 十屆沒有除死刑, 沒有說都除死刑, 不是說犯的十屆都除死刑, 也要看層次, 不可偷見, 你不可以不可偷見,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聽到, 道經圖說, 這個事件是, 譬如, 他們拜金流, 他確實把那些拜金流人都殺掉, 因為那是犯了那個拜偶像的罪, 不是所有的罪都這樣, 通奸, 他是有除死, 但是, 十屆不是每一樣都是死罪, 也要看前世, 你先搞清楚, 不是說你聽說, 對於基督教而言,是根本意,是極其重要的,是基督教而言,是根本意,是極其重要的。 因為他一切的,無論是力量或救贖的源頭,都來自於對於唯一真神的信仰,沒有任何的玷污、瑕疵。 主宰的時候,其實你必然不敢為非作歹,你也必然覺得你只應當照神所訓誡的話語過日子。 他的排大性,當然是高的,但也因此造就了偉大的基督教的文明。 回教也是一樣的。 他的這種光輝燦爛,跟他的巨大意想的意思,是根本教以來。 所以,那是不可為例的。 簡單說,就基督教的立場而言。 我盡管,可以說起了,是一種形間的問題,是根本不得取描。 我會指定說。 我講起了詞子,是根本不得取描,這幾個詞子。 我對文明 %,也許言之八位釋,是根本有所解的。 自己思維也呢,這是二十五世之十五十四世。 這十四世之二十五世之二十六世之五十四世之六十四世之六十四世之六十世之二十三世之一, 我會套起說,一個國家如果要很有制度的運作 然後社會達到很高度的安定 那我在想說,除了家庭的功能往上擴充之外 似乎我們好像也少不了法治 當然 而且傳統的家族的功能或許可以教導我們什麼是平等國外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告訴我們什麼是自由跟民主 那這樣子看來好像教育而已缺少不了 那我好奇的是說,如果一個國家要很有制度的運作 社會要高度的安定,必須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下 這問題問得很有意思 這問題問得很有意思 那個 就一個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法治 自由 民主 法治 民主 都是少不了的 那麼 能不能出這些東西從家庭裏面推廓出來的呢 有問題 有問題 但是 你家裡的生活方式一定會影響你的社會生活方式 這兩個是沒有辦法截然分離的 所以 因此在現代的家庭裏頭 因當一定也要有相當程度的民主自由法治的觀念才行 那 這一點是傳統的家庭裏面所不足的 必須這麼說 但傳統家庭不足的原因 事實上 是因為傳統社會的運作 他是靠另外一套來運作的 他是靠了一套理智 靠了中法 來運作 所以因為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的那個基礎跟條件 完全跟現在的不一樣 所以他運作的方式裡面 確實缺乏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成分 那 在我們現代化的儒學 所談的家庭裏頭 應當要加入這個成分 如果我們在社會上要談這個事情的話 這是第一 可是第二 請注意 恰如 現代社會運作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所謂Public Domain 跟Private Domain 本身是二分的 所以他不是完全一致的 董事實法 他有交集 他不可能解二分的 一個從小不自由 慣的小孩 他不可能社會上能夠真正懂得什麼自由 但他又不是完全重疊的 所以其實在 在我們的家庭裏頭 是有一些 會屬於各個家庭裏頭 他自己的一種生活的一個方式跟量態 是一種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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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讓大家各自去摸索 結果往往很多時候是失敗的 不知所措手足 是一個比較普遍的 方式 那麼 可是也要留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因此簡單地說 在核心的價值地方 應當繼續保持傳統的 這種儒學的倫理 自由民主法治 自由民主法治 宗斯的《前提》 在西方社會 被一個高度,自由而獨立的個人 好 源頭其實是 Northern 西方 自由而獨立的臣 獨立的、自由的戰士 他還不夠獨立,他也沒有自己保衛自己的能力,那樣太早的奢談,只有像我們現在的很多的幼兒園的教學,小孩子一切的自由獨立,其實我覺得不恰當。 文化可循 在歐洲待一國,我小孩子上過歐洲的幼兒園,他們那種自由獨立的狀態就遠大於臺灣。 荷蘭人 荷蘭小孩在七、八歲以後就不快樂了。 馬尾 他在要遇者兩者的益主的自由,他們對於子女的教養非常地注意,對於父母的執掌,規定得非常細密。 他們在小學畢業以前,一定要回家吃午飯,下午三點多就放學,早上大概九點多才去。 早上七點多送到幼兒園,晚上五、六點就把他借回來,其實這樣是不行的,其實歐洲人非常看重幼兒教育,極為看重,我們這個倒是功利思想,大家拚命賺錢。 小孩子既有父母的照顧,又有自由,很開心,但是到了八歲以後,反而是有點不知所措,壓力太大,太早了,太早了,太早了,因為他真正開始,因為之前懵懵懂懂,開始了解世界的複雜之後,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個還是斟酌損益吧,簡單的說,傳統的好處跟現代好處,要能夠漸進,那個關鍵在於漸進,我覺得小孩子小的時候,我的看法了,還是要多教他一些古聖先賢的道理,簡單的跟主文講,古聖先賢的道理,小的時候,很小,那麼,我的小孩上讀經班的,從小背四十五經。 所以,我們不期望他懂,你先廢下來,讓家裡交的也是,按照古聖先賢的道理交。 但我的想法,十二歲以後,我盡量尊重你的自由跟獨立。 你懂的意思吧? 希望這兩個東西能夠配合,既保持傳統,保持現代。 請問,就是跟家庭這段會這樣沒有關係嗎? 可以,可以嗎? 我覺得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如果是在經驗上面讀到,就是有人會講到明明的,那跟認識自己,就是如果要說要認識自己,就是這樣會有關係嗎? 好,那如果沒有關係的話,要就是有什麼方式是科學,然後去就是更了解自己,或者是了解自己需要的這種,就是如果說,對就是這樣。 心要藏在槍子裡,就是在裡頭,不能都在外面的功名、利路、事業。 所以,無論是知良知,發明本心,或者這個明明德,或者說這個所謂的體認本體,講的其實都是要知道我們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受。 那麼,這個作法如是道三家,都著一底。 他的原本という信銖霸道會 Reach art 在山東攻堂 體會自己真實的感受 自己的內心 過度的安排計畫 心裡有很多這些事情 就是想法、欲望、翻腾不移 對於自己跟家庭歷史的好好的解釋 因為現代的家庭 五花八門 養好孩子、養孩子方法 也是五花八門 所以有很多的糾結、淺慘、煩惱 第一個是修行的層面 修養的層面 第二個 要去掉 很多的預想 要學習當下即事 第三個 對於自己的成長跟家庭的背景 做一個盡可能的徹底的分析 才知道很多的糾結、煩惱、淺慘、根源 講一句吧 我不想破例 講完我們就不提問了 極緑虛無以為常 此以耀之不可以持家國天下 極緑虛無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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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要之,不可以持家國天下,所謂遂任求你盡性之學,而易有事必哉。 心者,生之主也,而心之蓄令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 其蓄令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為之易。 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及事也。 如意用於士卿,即士卿為一物,意用於持民,即持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誦,即聽誦為一物。 凡意之所用,無有物者,有事意,即有事物,無事意,即無事物以,物非意之用乎,格之之意,有以。 要意者,而以 Which given 無事情無之意,仍之遺棄衊,無之為它。 是指要之,不可以辭,家國天下。 聖人的求領記之學,有這個毛病呢? 聖人的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 良知,是一種虛靈明覺的狀態。 居職現立的,既真正的友情,又不逆於情感。 時時刻刻,硬的物。 其虛靈明日陽知,硬感而動,則謂之意。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有的嚴重,有發動。 尊贓的善有發動。 遜靈明覺量知,會知道。 你覺得很安,很舒適,感覺很對。 就是善啊! 總覺得不安,總覺得不對。 就是惡啊! 善而怎麼分辨? 漲筆 漲筆 人有靈魂 人有那種不安的心 其實就是良知在發用的 只知道吃喝玩樂 只知道自己 人不安的 就是很妙的 所以,要相信,人都有這個虛靈明覺的良知,要相信這所謂的性本善,乃若,人有為善的這個可能,可能性深藏在我們心中,而人不放棄。 人之將死,其焉為善,一輩子作惡脫端,到最後其焉也善。 人有一個究竟的善性。 大惡之人,他作惡多端,自己心裡也不安的。 無善無惡心之起义,有善有惡意之重,知善之惡是良知。 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 無知也起於這個知,有這個原來的本源的良知。 有這個虛靈明覺的這個本心,才會發這個意的。 如果沒有這個本心,這個良知本心,無知則指著,沒有這個良知本心,則不異意。 知非一知體乎。 Jeżeli pierde Engineer 傑 отк 我們明明還會做很多不善的事情。 作惡的事情, 所謂不善就是搵不配蔔。 你分inta 你的本體在排斥他嗎? 懂嗎? 知非亦之體乎 楊的歷史 一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及事業。如意用於世親,即世親為一物。 意用於辭民,即辭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誦,即聽誦為一物。 一之所用,無有無物者。 所謂格物,就在上面格。 知善知惡是兩者。 所以,要時時刻刻體嘗你的念頭。 多聽自己內心的,深處的聲音跟感覺。 知善知惡,道竟惡! 內心深處的狀態